2011年夏天,凯塔尔财团正式收购巴黎圣日尔曼,7年来,他们已经获得过5次罚假冠军。 对大巴黎来说,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叫问题,只是,他们是不是受到罗伊独连财政公平政策的限制? 上次被巴萨抢走的容,原言就是这个。 据法国媒体报道,巴黎圣日尔曼主席纳赛尔已经发话,球队会不计成本签下德里赫特,目的就是不让巴萨得到这位19岁的荷兰天才中卫。 2017年夏天,巴黎在转会市场豪杂次义,从巴萨引进内马尔,从摩内哥引进姆巴佩,他们和曹瓦尼一起,组成了全欧洲火力最强的三叉戟,为的就是能在欧冠更进一步。 此前,大巴黎始终被挡在欧冠四枪门外。 但三叉戟合作的第一年,大巴黎就挡在了欧冠十六桥,欧冠八分之一决赛,他们被黄马土科抢双杀。 本赛季欧冠小组赛,大巴黎与纳布勒斯和利物图分散了一组,堪称死亡之组,大巴黎却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。 但大巴黎的十六强迁运并不好,他们的对手是曼联,而曼联最近正气势如虹。 此前,一直有媒体报道,内马尔与离开大巴黎,甚至有传闻,黄马与打包内马尔和穆巴佩。 对内马尔来说,巴甲虽然也是五大连赛之一,但影响力叫西甲和英超就不小差距,舞台有限。 现在大巴黎的中场存在很大的问题,情绪出身的拉比奥特决了新要离对,剩下的。 一些小将还缺乏经验,维拉第一连夺目难知。 所以,替边封的内马尔,不得不经常回到中后炒拿球组织。 原本大巴黎既希望英德荣过来补充实力,却被巴巴抢走。 对于巴黎圣日尔曼来说,这简直不能忍,以后巴巴想买谁,大巴黎都。